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大陆其实就从头到尾就说因为有借口 那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农委会的这个讲法都是说 比例很低啊 99.7%都是合格的啊 比例这么低 那你怎么可以挑我们毛病呢 那就表示还是有啊 他现在已经改口了 现在改口说你都没有拿出图片来 有图才有真相 你自己都讲了99.7% 表示有0.3%不合格了 那你怎么好意思叫人家拿出什么有图有真相 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承受到压力 为什么 因为这个抢着外销的凤梨是不甜的 有多么不甜呢 他的甜度有一说只剩下8度 8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就是不甜就没有味道 台湾人吃什么样的甜度呢 对对对 12度都叫做不甜 当然当然当然才叫甜 14度我觉得有点过甜了啦 对其实14度 有一些的水果可以到20度 21度的那个很夸张 好你可以想听说你吃一颗里面呢 有五分之一的都是糖 对都是甜的 那个很可怕 那非常甜好 8度就是非常不甜 好这新加坡这件事情啊 其实他并不是单一的例子 嗯就是新加坡 然后当地的台湾人买了之后 然后其实很伤心 所以投书说不甜 然后呢摆了很久呢都不熟 嗯然后呢有一些切开来之后呢 里面还黑心 黑心凤梨 不要这样骂人家 不要这样骂人家 对啊所以里面的心是黑的 对就是说不漂亮 那是冻伤了 其实那是冻伤了 这三件事情啊 其实之前在日本也有人投诉 所以一个新加坡一个日本 然后都因为急着要外销 急着要乘机单 没有做好任何的把关的情况之下 就发生了这一个不甜 嗯不熟 里面有黑心 嗯两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嗯他嗯当我昨天呢 其实就在网络上面赶快找一些 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说法 那今天其实你看到农会的说法呢 其实是一致的 嗯他第一个是因为啊 金钻凤梨 嗯他本来其实就是很容易被冻伤的 嗯的的品种 在冷冻运输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凤梨有很多品种 那台湾现在最热销的 然后最多的就是金钻嘛 金色啦 钻石啊 台湾取那个水果名字的时候 很喜欢用钻啊 用金啊 来取名像 就像香香蕉 我们叫做金灸 像早期就像把香蕉当黄金一样 对啊或者是说像莲雾啊 就有那个黑钻连雾对不对 黑钻石好 那么金钻凤梨这个品种 他是不耐冷藏的 嗯 那因为呢 台湾为什么会狂销大陆 嗯 就是说我们的外销呢 90%狂销大陆 嗯 因为台湾的 从到从台湾到大陆 只要三天的运输 嗯 就包括了通关 嗯 包括了这个中间的这个物流啊 等等 只要三天的时间 而且说要同纬度啊 嗯 那个那个 那个问题处理 也不算同纬度 我们还跑到北京去啊 对啊 那个时候后来进到大陆 我觉得那张跟大陆的海关 其实是用很贴心的方式 快速通关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只要三天的时间就到了 所以这中间呢 冷藏的时间不是很长 嗯 他就不会发生那个黑星事件 嗯 而且因为只有三天 所以呢 他一定是到了快熟了之后呢 你才会采收他 嗯 因为三天就到了嘛 你一定预估说 那三天之后 你就要人家可以吃啊 嗯 所以你一定是 他们讲说一目两目三目 到了三目的时候 我才 我才采收他 嗯 我就想说 这有点像是 女人生产的时候 看一子两子三子三子 三子三子 五子全开 对要推进产房 对就是你要全熟了 你才可以采收他 嗯 好 然后呢 所以 然后第三个 当然很重要的是因为 一定是忘记的时候 他最甜嘛 嗯 那现在根本还不到忘记 现在是淡季尾 对 嗯 其实四月才要开始 整个是大 产量大爆发的时候 嗯 好 那现在呢 急着要做大内宣 对不对 嗯 所以就 又是外销日本 又是外销 这个新加坡 那问题来了 他的运输到上架 估计至少要七到八天以上 嗯 看海关的那个 这个过关的时间 嗯 那因为要七到八天的冷藏 就会发生黑心 嗯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要七到八天才能够上架 而且甚至于可能会更久 嗯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中间有很多事情你没办法预估 所以呢 现在的农民是可能一木两木就采收了 嗯 那就不够甜啊 因为他不够熟啊 他就会不够甜啊 然后同时因为他一木两木就采收了 嗯 那他可能就要再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才能够熟 嗯 那如果你要吃台湾的水果你要知道那个甜度 我建议你吃释迦 释迦有时候我吃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我会觉得好像直接在喝蜂蜜一样 我甜到味道觉得就吃一颗你会觉得哇 那个真的非常 我这边能不能额外讲一下就是那个凤梨释迦 嗯 如果说熟了之后呢 你没办法立刻吃的话 我建议大家呢就立刻冷冻 嗯就把他那个肉挖出来之后 装在玻璃壳里头立刻冷冻 冷冻完了之后呢 你随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 我告诉你那比冰淇淋还好吃 真的 这个是我吃凤梨释迦的方法 好来 这个 好当正水水尾网子 非常好 但是这件事情凸显了极为严重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农委会为了急着大外宣 嗯 他现在呢 大内宣 他现在急着 就是外销到日本 外销到新加坡 嗯 我刚刚讲的这一些 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地方 嗯 但是你既然知道会有很多的农民 他因为看不准到底要多久的时间 会提早采收 嗯 你是不是应该要更品质管控 嗯 你要把关的更严格 嗯 其实结果是他完全没有把关哦 嗯 他也不在乎你是什么品种 他也不在乎你熟了没有 他也不在乎你是不是为了外销而生产的凤梨 因为为了外销而生产的凤梨跟你不是为了外销而生产的凤梨 他的种植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我也是看农友的那个他们在很多网站上面讨论我才知道 就他们在填你的时候他们的管理方式就不一样 嗯 那因为这段期间 大家外销是有很多补贴的 价格很好 是 那很多本来其实是要在台湾内销的这一些 嗯 这些这个这个这个 就拿去做外销了 就拿去做外销 但问题是因为他是内销 所以他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采收的过程 他都没有做好外销的准备 因为你在中间经过很长的冷藏时间 嗯 你现在败坏了台湾凤梨在国际上面的名声 台湾的凤梨的名声败坏了之后再也挽回不了 怎么会可恶到这种程度呢 没有错 就一次的一次的就是说这种的坏名声 你要很久很久都不见得能恢复 对 那这是有关于出口道到新加坡的凤梨的问题 虽然可以想见了台湾农委会当然只是为了要蹭那个新闻的热度 证明自己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出口道 到大陆你要记得陈吉栋讲了一句话说今天就算开关我也不要去了 嗯 陈吉栋是这样讲 所以我要到其他地方的去找市场 找市场 你说过去其实 到日本的主要是香蕉 其实凤梨不太多好日本人最近捧场 反正三一十十周年嘛 吃几颗台湾的凤梨呢 聊聊表心意 那不算什么 可是讲到新加坡 我觉得台湾人就应该更严肃看待 你记得韩国瑜上台了之后呢 是飞到新加坡去卖水果 你知道他这一次销的那一个那个通路啊 其实就是当初韩国瑜前线的那个连锁 没有没有没有错 你农委会 你们这些呢 就说水果的出口商 你们有没有把这一段让老百姓知道 那不是你打出来的 那是韩国瑜呢 特别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 让台湾的水果也能够进到一个 本来就出产很多水果的东南亚 然后呢 新加坡华人市场 华人超市里面呢 还摆了专柜 卖台湾水果 因此那一年 二零一九年呢 台湾的水果的水果的出口创新高 那是韩国瑜打出来的 可是同样的 你这一次呢 就把那新加坡 所有过去呢 对台湾水果的好感度的全部都打掉 那你说那 那有没有太夸张 没有 你看到这条新闻里面 他同时提到了 刚上架的时候 一颗呢 一颗呢 台湾的金钻凤梨 在新加坡市场卖将近七块钱 对 七块钱波币 七块钱新加坡 七块新加坡币是多少 来我刚查了一下 我记得是1比17是不是 没有 21啊 21啊 现在那么贵啊 对啊 我刚查了一下 21.24啊 这最新的新加坡币对台币 那一颗凤梨要140哦 对 就是说就是要 要要卖到 卖到100 140块台币 而且 其实比台湾稍微贵一点点 贵一点点 但是有有很多的补贴啦 好 但是重重点来了 就是当当这个新闻的出来 他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剩下不到三块 破币 打掉一半多 就是因为大家 就是觉得说受骗上当 对啦 如果 如果说剩下呢 剩下呢 就说呢 三块三块 在破币的时候 他在告诉你就说 你不用出口了 你你根本入不敷出 除非你长时间要起新加坡人的吃免费的凤梨 否则你当然不会这样出口 就像我们到到澳洲一样 澳洲他为什么没有跟着去炒炒作自由凤梨 新加坡也没有去炒作自由凤梨啊 澳洲没有炒作 而且之前出口的只有只有凤梨干 你明明想送给他一些之后 结果是我们大量的补贴 请人家免费吃凤梨给个给台湾人看 没有必要 他在告诉你就是说 这些的市场 你很难打 量也很有限 而且品质非常不稳定 东南亚要取取代 就是找到凤梨的替代替代进口 还不容易吗 因此你如果不能够把大陆市场稳下来 凤梨农今年四月之后一定很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坏